因为我们是有一些手续上的问题 他们就在台湾海峡上 然后公然地进行起降的这种训练飞行 就是进行战斗资 对对对 努力找进 而且美国这个军人有的时候 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 还有其他国家的这种主权 他们的一些想法是非常不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 是美国是可以访问香港的 但是他又选择在这个微妙的时机 就正说明日美现在暗中较立 但是在表面上在明面上 绝不把最后把脸撕破 你看到了袭击珍珠港的最后一天 他们还是保持了外交使团的这种谈判的过程 只到最后一分钟 所以日美同盟日美的安保条约 不到最后一秒钟 他们是不会公然地撕毁的 两位专家都提到了 日美之间现在这种微妙的关系 没错 现在有关注冲绳美军的 普天间机场的问题 也的确是成了日美之间 日美同盟关系的 可以说是日美同盟关系的一大挑战 我们也制作了一个短片 一起来看一下 普天间机场位于日本冲绳县 以野湾市 现在是美国海军部队机场 驻日美军在冲绳的基地有几十处 但是普天间机场因为距离台湾最近 对驻日美军有着特殊意义 而日本首相秋山游记夫上台之后 一直要求驻冲绳美军从普天间基地撤出 这令美国非常难受 日本新闻网28号爆料说 美国政府高官已经警告 如果日本一意孤行 不排除奥巴马总统放弃访问日本的可能 报道说这一消息让纠山首相十分惊慌 外务大臣钢田克也已经接到了纠山指示 将会在近日赴华盛顿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据日本共同社28号报道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 难以在日本政府未明确态度的情况下进行会谈 不过29号上午 纠山首相在参议院接受质询的时候 并没有表现出媒体所称的惊慌 在谈到普天间基地时 他重申将顾及冲绳各方面背负的负担和苦处 并且说将对日美同盟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定义 所以现在有人开玩笑说美国很生气 纠山很难办 日本国内也有证件人士说现在美国那么强硬的姿态 等于就是在逼纠山政府选择到底是选美国呢 还是选冲绳 那为什么冲绳美军基地这事会成为日美同盟关系的一大挑战 甚至说是日美之间的一种痛吧 我觉得在我们要讲这个问题的话 实际上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现实上来讲就是冲绳的是美军驻日本基地当中最大的一个基地 海空军一个基地 另外就是为什么会成为日美关系之痛 这里边我们就要翻一翻历史的旧战 就冲绳那个地方是一种日本的说法 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 稍微了解近代史的都知道 这个地方叫琉球群岛 历史上叫琉球国 实际上当时是清朝的一个繁殊国 那在1879年后来日本把他并吞以后 就是日本把他改名为冲绳